没错 你很敏锐 严队的说辞里 确实有疑点 是的 这也是让严队怀疑林大海 对董和川有特殊计划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严队的印象里 林大海每次提到那个抢劫团伙 都是恨之入骨的态度 董和川作为团伙成员 不可能与林大海建立友谊 不排除这个可能 严队本来打算亲自过来 但他临时接了其他案子脱不开身 严队和林大海交情颇深 他对严队都没有说实话 更何况是此前 与他毫无瓜葛的我们 先以普通活动参与者的身份 和他接触 核实一下他上岛的真实原因 可以试试看 这样的话 我建议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在那里和林大海偶遇 更符合这个情景 他一定会去的 因为那是他父亲当年 遇难的地方 我建议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黄金大集案的卷宗 这是我来之前 向法院申请拿到的 是的 诺斯塔岛远离大陆 A国的警方即便是乘飞机赶来 也需要不少时间 而且当时岛上正值雨季 等警方赶到 很多痕迹和线索 都已经无法确认 警方根据尸体上的痕迹 判断林大海的父亲 是窒息而死 但并没有找到凶器 根据当年林大海母亲的证词 那是项链的痕迹 林大海一家并不富裕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他的父亲林剑 常年去沿海打狱 为了祈求丈夫平安 林大海的母亲 就将古铜钱 用绳结编成项链 让丈夫随身携带 警方赶到后搜索了现场 并没有找到这条古铜钱项链 警方当时也是这样推测的 可林剑死后不久 那个犯罪团伙就发生了内讧 追查项链的线索也就断了